王子娇被爆出了持有偷拍未成年少女的影片 身为人妇的男艺人郭彦均 当时就怒斥这样的偷拍行为是谋杀下一代 而最近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女儿 写出对女儿的爱 吸引超过1.6万人暗赞 王子娇丑闻连环报引起各界踏伐 身为人妇的艺人郭彦均当时就怒斥 偷拍未成年是谋杀下一代 近期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女儿 心中真切地写出对女儿的爱 更说出不少父母心声 他爆出一家三口照片并且发文写道 我们希望你更好 有时候我跟妈妈对你很凶 是因为很多事情 除了我们没有人会教你 希望你可以比我们优秀 每当自己和妻子对女儿眼里 家里的气氛就会改变 长大后会知道 没有人比我跟妈妈还要爱你 文章空开至今 吸引超过1.6万人暗赞 引发不少父母共鸣 纷纷留言这到处现在 父母的心声都能感同身受 另外王子娇 这回事件让不少艺人朋友 转发连署文支持儿少修法 连署发起人质疑的网红 德州妈妈透露 主张抵制黄子娇之后 却不断被抹黑攻击 甚至还有人质疑她 是真的关心吗 让她气得发出六点声明 重申自己关心儿少性剥削 行之有年 中文新闻生活中心 这好报道 一些比较文化的单位合作 办这个展览 应该那是我第一次跟子娇面对面 戴着毛帽留着长白发的摄影师林生 2013年曾和黄子娇一起担任 日本人像写真专科台湾连展的摄影师 而当时黄子娇的作品就是 近期被翻出备受争议的人鱼 林生透露黄子娇曾向他表示 因为待在演艺圈压力实在太大 因此透过拍摄来疏解压力 但现在争议越演越烈 林生这样看 我做了全世界男人都做过的事 直指黄子娇犯了全天下男人 都会犯的错 更要他勇于面对 那我想今天黄子娇 他这个部分的确是 他没有做好 或者说他这个代价 其实是蛮大的 我相信他内心现在 一定非常非常饱受煎熬 而曾经担任 谢热照摩特尔的鸡牌妹 曾嘉诚则爆料 另一名也曾拍摄 人鱼的友人透露 当年自己只有19 20岁 拍摄时只有穿new bra 和穿肤色钉字裤 黄子娇还以不修图为由 要求他把钉字裤脱掉 后来经过经纪人坚持下 才没有这么做 鸡牌妹更质疑 黄子娇是用艺术作品来掩护 实则满足私欲 可以近距离观赏到 好几位兽女的裸体 另一位曾被黄子娇 拍摄性感照的熊熊也说 作为妈妈的她 见到如此变态行径 除了生气外 更多的是担忧 黄子娇丑闻越演越烈 连带自己的艺术作品也萌羞 东西我黄春景 林一舟在台北报道 最近消息来看到 艺人黄子娇爆出了丑闻之后 也激起了台湾社会 对于儿少权益议题的关注 那么包括黄子娇的前女友 也是知名艺人 小S等艺人 发起了联署 要向立法院提出了五项诉求 而立委们也做了回应 详细情况联系给记者叶婷 叶婷 艺人黄子娇被检方查获 是持有未成年少女的非法影片 而这部分 其实有很多的艺人 也是提出了 希望连署能够来进行修法 包含的是黄子娇的前女友 小S还有艺人贾永杰等人 是希望能透过修法来 喝止犯罪 而今天上午 民党党立委也有提出相关的回应 马上带你来听 曾经我也在演艺圈 那也曾经是黄子娇 我们在其他的共事的场合当中 其实我们也见过面 那据我所知 其实他本人在2014年的2月 就已经加入了该会员 那也就加入了这样子的一个论坛 那成为一个高级会员 所谓的高级会员 就是他有更宽广 而且他更有权利 去浏览一些完全非法 甚至到所谓的儿虐 这样子的一个性影像 那这是没有办法容忍的 对我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沉痛的一件事情 针对于法律的调修 包含我们的第三条跟第五条 跟三六三八三九条 然后要政府设专责机构来处理 除了刚刚讲的 卫福部要承担最大的话 其他的国家通传会 才有办法处理网站的问题 还有法务部 这些都是我们认为 接下来要要求的一个所属单位 那 我们平常名讲立委 也是沉痛的呼吁社会大众 是不要来购买相关的影片 目前而且未来 也是希望是朝向 就是包含如果是有制造 持有还有购买相关影片的人 是要来加重刑责 以上这期消息 这本行情头讲给彭丽主播 关于这起消息 我们在立法院当中的 最新掌握是 有立委看不下去跳出来 那就是王世坚 王世坚在脸书上痛批指 黄子娇这个人 就是犯罪产业的共同证犯 他要求法务部立刻言商修法 联系给苏梓杰 好一伙伴众 一人黄子娇过去被爆出 买了七部未成年的影片 似乎是成了这个 性犯罪者的一个共犯 而在今天呢 又爆出了 他在2006年的时候 性侵了一位 这个企业家二代 17岁的少女德逊 所以这也让民进党立委 王世坚痛批说 你根本就是十二不赦 也因此让他在一大早 就来邀请法务部的官员 一起来到办公室来协商 未来的修法方向 并且他认为啊 这个性犯罪者最低的刑期 应该要判处三年以上 带你一起来听 我如果八个字形容 这个黄姓艺人 十二不赦 人神共分 我先针对 儿少性剥削防治法 我认为第三十九条 应该加征 这一笔 就是说 如果是以对价关系 取得青少年儿童的性影像者 那应该处以三年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并科一百五十万元罚金 那为什么三年以上 这样三年以上 就没办法还起诉 好不过另外针对了 卫福部保护司长 竟然说要跟这个黄紫胶解除 合约是很两难 对此这个王世坚 真的是气炸了 他说啊 这个民众的怒火 要你这位司长滚蛋 那就一点都不难 以上是想要最新 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 偷拍论 谈创意私房已被封网 但在网购平台上 自然也有在卖私密片 而且还疑似有未成年受害 标榜一下单马上看 只要几百块 就能加入各种 外流私密片的社群会员 根据周刊报道 购买后还要经过层层解密 才能进入老司机暗黑局 不少私密片被害人 明显看出还是未成年 有的穿着国中制服 还会附上被害人姓名 脸书IG 严重伤害被害人 紧紧动起来 要抓贩卖黑手 尤其是被称为 台版N号房的倡议私房 设林地检署 封案追查发现 被投的温泉会馆 黄池偷配案 嫌犯也是把画面 放到论坛牟利 令人发指的是 提供画面的会员 竟然还包含国小老师 这个林姓老师 贩卖少女未宪影像 不法获利481万 遭判有期徒刑 六年十个月 还有前屏东县警察刘文业 当时他骗被害少女说 可以帮忙下架影片 却借此骗这些少女 再拍影片 他再度上传到创意私房 贩售获利了52500元 却被指判了一年十个月 搭配远警上门 一一查扣电脑里的内容 发现远警上传 偷拍影片贩售牟利 在网络上取得不雅照之后 甚至利用公务电脑 查询影片女主角个资 船上穿着警察制服的照片 取信对方 就有律师指出 他读警砖时 就多次冒充附庸队警员 诓骗女子私密照 不只他创意私房的会员 还有审信退休法官的儿子 现在谁有卖 谁有买 谁有拍 监警要追出整个共犯结构 保护未成年 喝止歪风 等新闻 郑鸿燊 彭新美在台北报道